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吨泰有一天會反敗為勝 吨泰有一天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投資朋友 結果呢 對不對 結果當然很慘嘛 這家公司已經從高檔到現在 已經怎麼樣 已經跌了五成了 如果你還抱得住的 我個人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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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服你啊 對不對 就像9月初的時候195元 有那投資朋友說我看不懂股票 隨便啊 投資朋友到底誰看不懂 現在你一清二楚 對不對 說我只會看建設 投資朋友到底誰看不懂 現在你一清二楚了嘛 你看一下建設投資朋友 你說那個敦泰上半年14.7元 建設上半年才3.92元而已 但是我告訴你 因為有未來嘛 我在昨天的股市現場 如果有興趣昨天去看一看 好不好 我怎麼跟大家講的 剛好輪到我去分析什麼 大立光法說會 我說大立光很好 前三季賺了100元 對不對 用前三季來看的話 本益比20倍不到 20倍剛好 但是呢 法人喜歡有夢的股票 什麼股票有夢 投資朋友 漢磊有夢啊 對不對 金鴻有夢啊 法人喜歡有夢的股票 喜歡明年會更成長的股票 這也是為什麼 投資朋友 也有人問我 為什麼聯陽不會漲 因為聯陽今年大成長 明年很可能只有小成長 但是很多人到現在你還搞不懂 對不對 今天還有人問我這檔股票 叫做漢堂 對不對 我講過 我在節目講過吧 投資朋友 為什麼股價 對不對 達到骨折 這都不是沒有理由的 這都不是沒有理由的 好不好 所以我才跟投資朋友講 對不對 我們的主打心 建設第二 正式推出 對不對 正式推出 信或不信有你 對不對 投資朋友 今天大力光盤中正式突破2000元 正式突破 收盤 還好 多了5元 2005元 對不對 這兩家公司的走勢 剛好形成很強烈的對比 強烈的不得了 任何路人假路人蟻都知道 建設就是我一直在推的股票 就像你問路人都知道 對不對 折折很看航運補 這就是一個常識嘛 對不對 追一個常識啊 我很看好建設 他們很看好航運補 對不對 這你隨便的問人都知道 好不好 那你去看看嘛 這個價位 我不會叫你追任何一張的建設 真的 我當初怎麼跟你講 大家記不記得 英特爾架構日誰是最大受惠者 不是台積電啊 我聽你在唬爛 對不對 台積電 台積電連漲價都不是他最大受惠者 我跟你講 誰是最大受惠者 我告訴你 他叫建設 而且我也拿這個東西給你看 對不對 建設3 當時履約價多少 350元 我講的時候建設300元不到 跌到280幾啊 對不對 我講說290 290、280 建設3 現在建設上130 140了吧 36533 喔 投資朋友 120元 120元 對不對 不想賺我也不能阻止你啊 對不對 你覺得很爛 我也不能阻止你嘛 現在誰不分析建設 我請問你啊 我都不想多花時間講這些東西了 對不對 市場也不是只有漲建設 市場漲什麼 漲小虎隊啊 我們給小虎隊不是那種嘉義幫小虎隊 不是 對不對 不是那種小虎隊 投資朋友 今天收盤 收盤後吧 經驗 641 他公佈了他的財報 最近一個月 最近一個月 8月份 不是9月份喔 0.83 8月加7月1.79 已經超過了上一季啊 1.69 投資朋友 這就是我跟你講的台股小虎隊啊 不就這些嗎 對不對 經驗 自圓 創委 還有什麼 投資朋友 金銀 這四檔股票 就是一時之選嘛 你還要在選什麼 對不對 你還要在選什麼 選東選西 金銀 最好 對不對 150幾才選到創委的 今天漲停板 關你屁事 我請問你 真的是關你屁事 對不對 那當然今天也有一個新聞 我覺得很有意思 它叫做高盛降頻豐測族群 收盤之前啊 我朋友 應該說不是我會員 我會員跟我討論 他說啊 好險 因為他說他本來不想出 他本來不想出 他本來不想出這月光 我們這月光出在120元 出完漲到133 然後從133回跌的時候 他一直有事沒事就問我 該不該把這月光買回來 你知道全世界的月光 全市場都曉得了 我這月光買到60到70到80吧 對不對 但買到那麼低的價位 所以當他60元漲到120元的時候 他已經賺了足足一倍了 我沒有貪心 對不對 我沒有貪心 那今天的新聞告訴你什麼 高盛 他把日月光的目標價 從189降到115元 高盛是目前最看好半導體的 這個外資喔 他看台積電看到一兩千塊去了 等到他降台積電 台積電會跌到哪裡去 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齊邦他本來看100 降到66.6 今天齊邦不知道有沒有跌 對不對 降到66.6 我記得聯電不是收集投資齊邦嗎 剛好是最高點 那天我朋友還問我 是不是隔天買進齊邦 我說你是笑耶嗎 對不對 不幸言重啊 好不好 不幸言重 如果他有去買我也沒辦法 因為他剛好問我這些問題 我說不要 買聯電也不要 對不對 聯電你 多留一些給別人買嘛 其實幾塊 吹噓成那個樣子 去年我跟你講聯電的時候 你都不理我 更早之前跟你講了10塊錢多的聯電的時候 你要說我在開玩笑 隨便你啊 投資朋友 我們賣完最高衝到133.5 133.5 投資朋友 當你今天回頭來看的時候 當你今天回頭來看 你會發現到 真的 有落袋的感覺真好 錢有進口袋 最好 而不是掛在牆壁上啊 而不是掛在什麼 掛在黑板上啊 你如果錢沒有進口袋 你還掛在黑板上 120塊到多少 今天96塊2 你差了15塊錢 差了25塊錢 一張差2萬5 你說快就沒關係 我們跟你一樣 成本都是60的 隨便你啊 有賺一倍你不去賣 你要等到怎麼樣 剩下只賺五成再賣 我沒有辦法阻止你 我只是告訴你 我的心目中的目標就有到了 我就不再強求了 對不對 做股票目的 不是跟股票談戀愛 投資朋友 你看很多人 友達談了很久的戀愛 始終沒有機會開花結果 對不對 剛剛提到的嘛 3545 敦泰談了很久戀愛 始終沒有機會開花結果 還有人去談什麼戀愛 談威風電子啊 對不對 之前不跟大家講嗎 有朋友 對不對 有的投資朋友問我 什麼德克勢 還什麼德什麼勢 義德勢 連聽都沒聽過啊 對不對 那你跟那種公司談戀愛 不是這個 我代號忘記了 那是你自作自售 好不好 那真的就是你自作自售 對不對 這不能怪我 好不好 一百二十元到今天九十六點五元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 我賣在一百二十元 剛好而已 我後面少賺多少錢 我少賺了十三點五元 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沒有關係 對不對 千萬不要等到怎麼樣 建到棺材才流淚啊 很多人是不建棺材不掉淚的 當你看到大力光法術會 你才知道啊原來大力光那麼慘 毛利跌破六成 幾年前 所有新聞都告訴你大力光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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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執行長林仁平 甚至因為這樣 而成立了一個什麼 控股公司 讓家族都不要賣股票 他們現在一定很後悔 他們當初有賣就好了 你真的以為每一個人都像比爾蓋茲一樣嗎 比爾蓋茲他一定很後悔 他當初把股票給賣了很多 他如果股票都不賣的話 他現在啊可能是世界首富的首富 對不對 他股票賣了很多掉 但是大力光不一樣 他如果當初適時的賣出一些股票的話 很多進口袋 在很多年前 這故事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有一家做光碟片的公司 不是中環也不是萊德 是別家 家公司的財務長來找我 對不對 他說 他說我是他學弟啊 然後我節目跟他講過 他年紀看起來那麼大 我說他學弟 我說不好意思 擔待不起 因為他是去念什麼 念政大的 契家班 還是EMBA類的 我不知道 認識了我的老師 我老師第一堂課開中一 就告訴大家 他有個學生 在這個節目裡面解盤 講得不錯 叫大家去看 這個老師感謝你推薦啊 他講到說 他們這家光碟片公司的老闆 在股票漲到天價的時候 只賣了幾張而已 去換了台賓士 大家知道嘛 很多人夢寐以求 對不對 那種 土把煉鋼 不是不是 那種那個白收起家的 他們的心裡就想法說 我要一定要開個賓士 說換一台賓士啊 春的股票都沒賣 後來這家公司下市了 如果事後想起來 他一定覺得說 我股票五六百塊的時候 那時候在炒光鮮的時候 我如果股票全部賣掉 賣到一張不剩 我把公司賣給中環萊德 欸 我可能現在身價十幾二十億啊 對不對 就來跟 買地來跟那個 來跟辛富發 跟那個 跟這個黃翔去嗆聲了 對不對 你們當航海王 我跟著你當一下航海王 都可以 結果咧 據說他沒有賣多少張 他就換一台賓士 然後呢 公司後來下市了 對不對 就這樣子啊 當然我不是暗示你什麼啦 不是暗示你什麼 但是我跟大家講 產業的興衰就是這個樣子 幾年前 對不對 他當了股王當了很多年 今年開始股王變成了 中國公司叫系力 沒想到 什麼樣 烏肉偏逢連夜雨 再來呢 連信華也超過大力光 再來啊 昨天 對不對 力望他也超過了大力光 投資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都還記得 力望的事情 我也跟大家講過 來給大家看這些東西 來 投資朋友 我記得我當時 我在今年的四月份 帶會員買智原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講過 其實我心目中 認為有兩家的IP非常厲害 一家叫做智原 一家叫力望 但是我買比較便宜的智原 為什麼 不是每個會員都那麼有錢嘛 對不對 其實如果當時去買力望的話 賺得更多 因為不是每個會員都能夠動不動拿出幾百塊 買一張幾百塊的股票 我只好退而求其次 對不對 我去買智原 而且剛好遇到什麼 那個時候啊 四星因為不能出貨給飛騰 股價在崩跌當中 我說有一筆資金 如果一定要去買IP股的話 他不是轉買力望 他就一定買智原 對不對 或者買創意 大概是如此嘛 那我的方向有沒有正確 有啊 投資朋友 非常正確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去看看 智原 當時是四月七日 那時候才五十六元 現在多少錢 現在一百三十幾耶 那為什麼貼這樣給你看 昨天我們是跟大家講嘛 對不對 安聯台灣科技經理人 非常非常厲害 五月十七日以來 台股一共只漲百分之三 他的績效是百分之三十 對不對 我們開玩笑說 是不是養小鬼 不重要 你去看一看投資朋友 事實上他本來就是台灣科技經理人 他中間是去 對不對 休假 然後又回來了 對不對 你去看看 安聯台灣科技在2021年3月 就已經持有八千三百張的資源 當然這數字是對或錯我不知道 這是我從網路上資料抓下來的 再來我們五月份的時候 五月底是不是去買什麼 去買強帽 我告訴你 大股東回補 我今天收盤前也告訴我的會員 我們手上有一檔股票 也是八月份大股東回補 而且大股東買的價格 鐵定比我們現在股價還高的 對不對 那去看看 強茂我就贏了 強茂安聯台灣科技 2021年6月才去敲了4500張 我們不好意思 看清楚 我們是5月28日 贏他一點點點點 但從什麼你可以知道 人家真的是厲害的經理人 對不對 相較於這些人比起來 對不對 相較於這些大魔王級的經理人 連大盤績效都沒有辦法超過 欸 做股票不是有賺錢就好耶 你有個Benchmark 我之前看到 有一些 一直叫你去買什麼 買0056的人 投資朋友 不過現在真的有問題 之前真的是頭腦有問題 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樣講 他的績效差多了 好不好 投資朋友 你自己去看嘛 0056現在長這樣子啊 台灣元大ESG 也是跌沒錯 有跌那麼多嗎 對不對 0056現在跟5月份比起來 是破5月份的底欸 但是怎樣 原大ESG還沒有 好不好 0050 也還沒有啊 這是一個相比較性的 不是說有賺就好 有賺就好 你就買台塑集團就好了嘛 我今年一直跟大家講 台塑PVC 對不對 南亞 EG 你要把它放下去 好把它破破耶 對不對 而且台塑集團其實沒有什麼好操作的 我跟你講 根據過往的經驗告訴你 當台塑集團 他出現單月或單季虧損的時候 你趕快進場都不會賠錢 去年是不是都發生過了 投資朋友 你自己去看嘛 最低67.25 你敢買嗎 你敢買的人會賠錢嗎 對不對 以前台塑耶 以前 不是這個不是 講錯了 最低多少 64.8 你敢買的人不會賠錢啊 但是你那時候怎麼樣 你已經下翻天了嘛 就像今天 大家看到 欸這個油價要掉下來怎麼樣等等 趕快搶電子股 我也跟大家講啊 不要搶太多了 真的 對不對 這些所謂的五大泛用素質 這一次啊新聞寫說 漲最多叫EDA 對不對 PVC持平 但是上個禮拜漲最多是PVC 都是輪漲的嘛 去年漲最多是什麼 ABS ABS誰做的 台達化嘛 對不對 SM誰做 台本嘛 國教的嘛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過 國橋這種股票 我個人是連一張都不會去買它 你們自己玩就好了 這麼厲害 對不對 欸這麼厲害 為什麼我李冠青一張都不去買它 上半年賺了3.95元 同學朋友 去年賺了4.52元 請你看清楚一點 去年現金鼓勵配0.1 我們這沒有寫錯吧 寫錯你就怪轟天的也不是怪我 對不對 沒有錯嘛 0.1啊 0.1啊 而且前面好幾年沒有配過現金鼓勵了 哪有這個公司啦 我拜託一下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去選什麼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去選1305的華夏 你為什麼不去選亞聚 這些公司說真的 我覺得他們至少正派的非常非常的多 好不好 非要不要多講了 對 非要不要不跟大家多講 對不對 這些我跟大家講嘛 你看 3.58%的台股績效 它能做到30% 它之前啊 2015年開始這73個月啊 人家75%的台股績效 做到372% 說真的 為什麼 因為它看得見未來嘛 你發現它持股 視心致遠 對不對 就這些嘛 歷望啊 對不對 ABF嘛 投資朋友 ABF有什麼難 一點都不難嘛 對不對 投資朋友 ABF有沒有很難 今天3037的新興 今天3189的景碩都是紅的 對不對 今天8046的南電盤中拉上去 收盤收平盤 平盤附近也還好啦 也還好 這都是長線大格局的 看見未來的股票嘛 3653的建設 這個雖然不是廖哲弘他們買的 對不對 但是國泰小龍基金 買了一大堆的建設 買了一大堆的建設 投資從有 對不對 至於創委 昨天我也跟大家講 我昨天出手去買金像店 昨天出手買創委 今天又100分了 有點可惜 不過沒關係 股票重點是賺錢 創委厲害漲停板 對不對 智原厲害漲停板 都是朋友 但是我當初跟你講 不用看太空這種東西 欸 這公司你看那麼空幹嘛 甚至你知道嗎 甚至連預創 預創我也蠻看好的 只是說我們沒有辦法 子彈有限 我們沒有一個一個子彈 一直打一直打 對不對 150幾塊又不是我叫你買的 那些人還套在那裡 希望他們大賺錢 好不好 希望他們大賺錢 希望他們大賺錢 我也跟大家講 這些網路傳統消息 沒有一個是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什麼跟髒的有關 什麼英特爾認證沒過 什麼 都是你以而傳而 但是你可以看到 真實交出來是什麼 營收創新高啊 對不對 預創是不是也是營收創新高 6.88億 也是沒有錯啦 好不好 也是沒有錯 那金像店呢 你在怕什麼怕 昨天 投信開始回補了 怎麼那麼巧 對不對 怎麼那麼巧 這些我所謂的台股小五隊 致援金像店經驗跟創委 都是一時之選 每次台股一漲 就漲這些股票嘛 台股跌這些股票 還不見得會跌 對不對 但是我跟大家講 股票不是用來表演的 不是來安慰你買的股票 套勞是怎樣 套勞還有我很看好 什麼等等 安慰這種東西 重點是 有賺錢 入口袋 不是那邊跟股票談戀愛 好不好 如果你還有那種持續 跟股票談戀愛的那種心態的 我建議大家 對不對 不要跟著我操作 你跟別人操作 繼續談戀愛啊 對不對 我聽說有分析師 我聽說的 對不對 被弄元件 幾年前最高點售買的 到現在還在持續的套勞當中 都過了幾年了 好不好 都過了好幾年了 沒有意識嘛 台股小虎隊 吳錫隆 陳志鵬 蘇友孔 對不對 陸行之 陳衛斌 楊胖 就這幾個嘛 這幾個而已嘛 對不對 建策 創委 投資朋友 我講了多久 這張圖我連動都沒有動了 但是你呢 你有沒有賺到錢啊 我請問你 有沒有賺到錢 當建設創新高的時候 你手上的股票 一看 哇是敦泰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投資朋友 我只能告訴你 另請高明嘛 對不對 我們在本週開始進場的建設第二 等到我真正把它掀牌的時候 我相信已經漲了三成四成以上了 那時候你再追不追我就沒意見啊 對不對 你開心就好了 為什麼我敢把它選做主打星 對不對 我相信 有那麼一年 有那麼一天 網路上會告訴你說 哇這檔股票又是 李會計師的強打王牌什麼等等 就寫這種話 有一年會這樣告訴你 但是在我們 還沒有 持續加碼 我們才買到一次而已 對不對 買不夠之前 就跟另外一檔股票也是一樣 買不夠之前 我就不輕易公開了 好不好 我就不輕易公開 買夠再說嘛 類似像建設 都買了不知道多少次 買到我都算不出來幾次了 我再公開給你看 OK的 好不好 光輝十月的主打星 對不對 建設第二 我希望你 還有機會 把握這個機會來跟我們操作 祝大家超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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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